好,各位好 接下来呢,我想依据刚才我们上过的这一个向量Vector 还有之前提到的变数的应用 那我这边举一个回归分析的一个案例 那各位来看看我们到底变数设定完了要怎么用 还有我们刚才设定的这一个向量分析 向量的这一个Data Type 要怎么应用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 好,首先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在所谓 各位在统计学上面有做过线性的这个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其实它很简单 就是我们建一个比较简单的叫做线性的关系 XY Y等于X Y等于A加B乘以X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线性关系 而且是一个线性的这个关系 那我们怎么要应用像这样子的一个公式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公式了 那这个公式其实我们包含了几个变数 包含了Y一个变数 A一个变数 B一个变数 还有X的一个变数 那这个里面的变数呢 我们这次也刚好应用到所谓的向量 那向量我们把Y和X都当成向量的变数 好,等一下我会依依各位介绍 那A呢 跟B单独的一个数值型的变数 很简单的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随机抽出25个样本的一个函数 叫做Sample 各位如果说不懂的话 可以按指令 SAMPLE Sample 可以看看它 这个指令 到底是做什么用处的 好,很简单叫做Random Samples 好,它去取出来一个样本空间 好,样本数 那各位在看这些Documentation文件的时候呢 其实它这边有一个Usage 它可以用什么样的一个语法 它的用法指令在这个地方 好,在这个地方 那它这边有解释它的 这一个变数的名称 各位可以仔细的去看一下 那最后的部分呢 它还有一些的Examples 可以去应用 好,我们回归到今天的案例来看 我现在就是取了1到10的变数 1到10之间 好,还记得吧 好,这个冒号是代表区间 10到1到10的区间 我取几个变数呢 取25个样本 就从10到10里面取25个样本出来 那这边有个叫做replace replace等于true呢 就表示说可以有重复的 好,这边它的这个参数可以去看一看 replace 所以会取出重复的 好,同样的我们现在把这个walking的这个environment把它清空 好,一样我们先来看看 我们产生一个25个值的向量 值出来 好,这边看到了Ex值 它是从1到25 那可以看看它到底长得怎么样呢 取出来的这25个变数 好,这边有25个 好,那这个是我们的Ex值 那就是变数啦 把它放在一起啦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假设这个很简单的一个 这一个案例1 好,案例1 那我们这个先取这样这样子的一个变数出来 Y等于A加B乘X 其实这个各位,这个就是一次方程式 好,那其中的一次方程式里面呢 我们现在设定A的这个是常数项是1 那X的系数呢是B 好,所以说给A等于1 B等于3 各位看到这个就是变数的应用 变数的应用 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值存起来 好,值存起来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应用了 这个地方要稍微改一下 是叫做A 还有B 好,那你也可以放一下一个 给它一个小空间 给它一个空格 让它能够 比较好去阅读 好,那这个其实我们就开始 在应用一个最简单的公式了 Y是等于A加B乘以X 但是这个时候A是1 B是3 好,我们就先看看 这一个值会是怎么样 好,那我们来看看Y呢 Y也是一个25个元素的一个Vector 一个向量 这时候向量各位就要搞懂了哦 不是只有单一个 我们以前在去看的时候好像只有一个值 但是注意因为Y 因为最主要是什么 因为最主要是X值 X值里面有25个数值 所以你产生出来的Y 是跟它一样有25个 那其实是怎么样 它其实就是把第一个值 X的值,第一个值先丢进去 丢进去的话是3乘2是6 6再加1所以是7 有没有 其实你就想 它依序把这25个套进这个公式里面 一一去算 就会算出来25个Y的值 这样懂了吧 好,今天老师跟各位讲的 这个就是向量的应用 很重要 一个方程,一个字子里面可以去做N个变数 好,N个向量 这个就是R里面的好处 这以前在用其他语言在写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要用Fold回圈 Fold回圈其实它的效率是非常不好 好,那我们举第二个例子 也是一样 XA等于5B等于6 然后Y2,第二案例Y2 是等于A加B乘X Y也是一样25个 25个 所以说这边你来看 我们为什么要用变数 因为所谓变数就是 它的值可能会在 程式的进行当中会改变 像这个值来看 A本来是1 但是我现在需要的时候 变成A等于5 这就是变数 Variable 不是常数 是Variable 好,那我们现在先提一个函数 叫做画一个XY的一个分布图 好,XY的分布图就长成这个样子了 这是它的曲线 这边是2到10 3到5之间 好,那我们也可以跟 这边其实它的斜率就是3 那另外的第二个 你也可以去画一个图 它的斜率是6 你不要说跟老师 跟这两个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Y是第一个Y 这个是第二个Y 只是它的长度不一样 它只有60 这是只有到30 它一样都是1到10的值 好,所以说这边就给各位看到了 这样子的一个向量的应用 好,那向量的应用 其实这个我们也可以来检测一下 好,以后我们还会教各位所谓的这个回规分析 在R里面它有一个这个LM的这个函数 那细节的部分你们就来看一下 好,这就不讲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怎么样去应用 好,因为刚才我们的X值Y值已经产生出来了 那这个值以后就将来我们的测验值 好,要去做这个分析的 假设有X值Y值 但是我们现在要用呢 我们先教一个各位还没有用过的Data Type 先把XY先存进去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X是多少 好,那X是这个数字 Y是刚才产生出来的线性 那一次Fountain是产生出来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一个XY的变数来承接 把XY combine在一起的 来看一下这边多了一个变数形态 25个 然后有两个Variable 来看一下,这边点一下 可以看到长得是像这样 好像Excel的一个表单 那这个称为叫做Data Type 之后还会跟各位去讲 好,好了之后呢 很简单 那我们就来套用R里面的Function 好,线性回归的Function 那这个是 这个是Y 那这个是 这个是X 它跟谁有关 因为Y是随着X改变的 所以说我们去看一看 那我们的Data Step在哪边呢 就从XY刚才的变数 好,我们来看一下 会有什么结果 好,确实你看 我们用线性回归的 这个方式产生出来的时候 算出来的值是完全一样的 1跟3 也就是我们的 这个1跟3 其实1就是 这个变数项 3就是这一个 X的系数 所以因为我们这个值 是完全的线性 没有误差 所以说你刚才算出来的结果 是一样的 那当然我们可以用一个叫做Summary 去看看我们分析出来的结果 到底是怎么样 结果可以去解读 好,那各位同学呢 可以去试试看第二个Model 第二个Model 看看刚才我们的Y 2的结果 其实也是一样的 好,那今天呢 就让各位了解一下 很重要的这一个 变数的应用 还有Vector的应用 好,谢谢 好,谢谢